关于老师我们就来看看 哪些不良的风水格局 容易造成大家赚钱会很辛苦 因为容易让我们赚钱 很辛苦的不良风水 我们一般在讲风水会不会赚钱 有的人赚钱很轻松 有的人赚钱非常辛苦 其实都是因为你居住 那种环境的因素而产生 所以你住的是一个大楼的环境 住的是一个山上的环境 或者一个平地高山都不一样 每个地方都不一样 有水边的 海边的都不一样 所以环境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们第一个介绍 常常会看到的 第一个就是楼地板的平面 低于路面过多的载 我们从这个图你看这马路 一个马路填得这么高 所以房子下陷下去 这往这边倒下去 这个房子已经一半在马路底下 房子的地基已经在这个地下 但是跟你讲有很多那个崇化区 都根或是开路啦 它开路的时候就给你填高 它会淹水 但旧房子在那里 土地就低了它没有垫高 那有的是现在很多的都市是高楼大厦 高楼大厦它是怎么样 它是路架高之后它原来地基就低了 它也没有给它填高 因为填高油跟旁边会差很多 它一样旧那个地基就盖起来 所以马路跟房子就要下坡走下去 那这种状况之下那个气你想 大水如果我们想说下雨的水 风水讲的是水流 风水下大雨的水往下流的时候 你想看从这个图你看 这下流它不会顺着马路流 它一定要从路旁边的勃寒流 一勃寒一灌下去 水会冲到龙王庙 大水冲到龙王庙了 所以你看这个房子在这 如果一下大雨的时候 房子又往里面刮 那个水往里面刮 这个水煮柴 这个柴一直被刮掉 你沉不住那一种水的能量 我们讲风水讲的气场就是水流 这个水是缓缓地来到我们的面前 有停留在这个地方 那才会聚残 但是我们这个房子 从这个房子看的时候 水来到这边因为它有下坡 因为路跟房子有那么低 就知道这个水是很湍急的 往下一直倾泻 水往下倾泻完之后 这个能量没有完全凝聚 所以这个柴就不拒 所以你住在 万一你住在这种房子的时候 你就绝对会当你赚钱 非常的辛苦 这是我们看的 这张图是一个平凡 如果这里是一个高楼大象 马路是这么高 台北市很多 台北市很多 所以你有去注意一下 这台北市差不多在靠了 比如说像文山区的 文山区的 士林区的 这边都有 北投的这边都有 所以你去看 就是因为环境造就了 你居住的那个能量 所以居住的能量不好 你一辈子你再怎么辛苦 你再有出名 你再有能力赚钱 赚到最后 你的钱也不会守不住 但是大部分的 如果像这种房子 连要赚钱都会很大的压力 平常都跟你讲 像这种大水直接请卸掉是 如果你的经济公司帮你接的单 全部都躺好 已经都差不多要签了 可能到了签约的那一刹那间 都有可能改变掉 所以赚钱就非常的辛苦 所以我们说居住环境 一定要去注意这水流的位置 马路跟房子 不要第一路面太高 第二个我们来看说 桌围布满天罗帝王的载物 什么叫布满天罗帝王载物 你看这个房子 有没有看到这有电线杆 电线杆所有的电线 所以这也有电线杆 所有的电线都网楼 在这完全包住了 那这种房子 这一个地方 你不要以为它只有是小房子 有人是高楼也有 高楼的地方台北市是什么 高压电线 高压电线臭重复杂很多 高压电台就在房子的前面 这边穿过来 这边穿过来 你想这个上面天空上 这个电线网路 就把这个房子完全包住了 就是天罗帝王 就像撒了一个网撒下来 把你盖住 这条雨被补掉了以后 这条你再怎么动 都没有能量 都没有能量 所以你如果住在这 有天罗不满天罗帝王的 这种空间环境 你赚钱会轻松吗 绝对不肯 甚至于如果像这有天罗帝王 还会什么 健康出问题 你多有健康都管 身体健康都来不及了 哪有时间去赚钱 那当然赚钱会非常辛苦的 所以说我们在买房子 租房子 在选择周围很多高压电线 缠绕在这个建筑物的时候 你一定要先排除掉 你不排除掉 你想说没有关系 它又不在我屋顶上 可以 但是你又想一想 刚好这个空间周围都围起来 就是你没办法发挥的空间 你的能量没办法发挥的 那万一又一条线 从这个房子高顶上去呢 那更糟糕了 到了下雨的时候 你可以从房子上面里面 就可以听到声音 为什么 刚刚电线过的时候 它在输送电 下一下那水泼到电线的时候 它就产生稀稀的声音 那接下来这个能量会在哪 整个就是电磁坡 往房子里面灌 所以你居住在里面 你的血液循环 我们的血液循环 为什么影响我们 我们血液里面的铁 血液的铁质被这个电磁坡的磁场 在干扰的时候 你身体结果在做新陈代谢 铁质就被干扰掉 铁质被干扰掉以后 你所有的 基本上身体的能量都在运作 但铁的能量没有在运作 所以铁被吸住的时候 就会产生很多的病灶 所以很多的肿瘤 很多的癌症 都是因为高压电线 经过你的房子的上头 经过房子的座位 而产生了问题 那这就是因为这种状况 才影响到我们赚钱 我们要努力打拼的时候 很多的机会就会散失掉 脑筋的思考就会错误掉 所以说有天楼地楼的房子 这周围的房子 基本上还是要排除掉 相信只要这两点 你都锁住了 其他问题都比较好解决 这都很难去解决的问题 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 提供给各位做参考